俊严卷宇 通俄门大冤案 1.2021年7月29日 文章原题目 大选风云 大觉醒VS大重构 作者齐小平 主播李卷 编者案 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美国大选虽已暂时落下帷幕 但大选遗留的诸多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它产生的问题仍待解决 有多少人能了解一个事情的全貌 又有多少人匆匆敢去浏览新的事件 而齐小平女士却花了大量时间 从浩瀚的已公布的信息中翻译整理出通俄门事件始末 通过这个曲折离奇的事件 可以知道川普总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遭受了怎样的不白之冤 通俄门事件反映出美国政治的方方面面 齐小平女士是虎年出生 匠门虎女 红二代 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 现居住在美国洛杉矶 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 极具正义感的知识女性 我与齐小平是很好的朋友 齐小平曾在澳洲与美国参与支持六四民运 后退出 前些年 齐小平因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思潮的影响 曾一度赞成民主党 并对中共的改革抱有期望与幻想 直到习近平公开搞终身制 才幡然醒悟 开始认真审视美国的独立宣言 领悟其中宣扬的三大个人权利 生命的权利 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些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 并非哪个群体和国家的权利 两百多年来 正是这样的文化 才使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首 美国的强大并非仅仅是军事 经济 国土的强大 最根本的是思想的强大 而美国两党 民主党追求的是大政府 小民众 政府管民众 限制言论自由 政治正确 共和党追求的则是小政府 大民众 政府服务民众 言论自由 政治不正确 两相比较 他逐渐体悟了自由的珍贵 专制的邪恶 立场自然转变至支持代表共和党竞选的川普总统 反对与独裁的共产党势力沆瀣一气的民主党 他说 之所以写这个通俄门系列 是想用川普总统公布的解密材料 告诉那些无论是挺川还是反川的华人们 这场政治大迫害的真相 希望人们意识到 这个世界并非岁月静好 而是在风雨中飘摇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辩明是非 担起一份诚恶扬善的义务 这个通俄门系列比较长 大概要分十几期才能播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收听 要说通俄门大冤案的经过 首先要说说深层政府 一 深层政府 这双轰动世界的大冤案 是川普总统及其竞选团队 自2015年6月正式参选2016美国总统后 遭遇的政治迫害的第一重炮 凶手是谁 明面上执行的是美国民主党 幕后则是控制并资助世界黑暗势力的跨国集团 被称为深层政府 Deep State 简称DS 何为深层政府 顾民思义 隐秘在深暗处 见不得光的政府 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这样描述他 在公开政府的背后 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秘密政府 这个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他不忠于人民 也不对人民负责 他专门吸收社会名人和位高权重的人为成员 透过影响各国政府 在暗中统治整个世界 他握有巨大的实权 使外围依附于他的财团 跨国公司 金融家和科技巨头 甘愿为他提供资金 作为回报 他必须为他们提供政策保障 双方相互依存与利用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政治家的首要任务 就应该摧毁这个看不见的政府 结束这个相互勾结 腐败与罪恶的联盟 第35任总统肯尼迪这样说 这股藏在背后 自称为金字塔尖 精英阶层的暗黑势力 预统治并控制整个人类世界 他把军事 外交 情报 经济 科学 媒体 政治等各个领域整合起来 建立了一整套高效的统治机器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被隐瞒 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错误与罪行都被掩盖 并未曝光 反对他们的异议者多被压制 不得已沉默 他们庞大资金的来源与支出 从未受到过质疑 媒体从不报道 更不会揭发这些暗黑的秘密 根据资料 与Q信息遍布世界的深层政府 有一个300人的领导委员会 也称董事会 网上有一份委员会成员名单 排在第一名的赫然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深层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和主要资金来源 由下列几个家族组成与提供 可以说 若深层政府中的人是木偶 他们就是牵动木偶的人 原本沙特阿拉伯王室也位列其中 但川普总统上台后将其解体 参与阴谋的几十个王室贵族 均被废除或抓捕 其实力被彻底摧垮 300人名单中还有一些人们都熟悉的名字 如巴菲特 比尔盖茨 美国前总统布什家族 克林顿夫妇 奥巴马夫妇 拜登夫妇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美国著名学者保罗·克鲁格曼 前任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 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复珍等 资料显示 凡带有世界或国际自投的机构 基本上都是深层政府的机构 因为深层政府的目的之一是全球一体化 也称大重构新世界秩序 即建立世界统一的政府 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始于罗马帝国 法兰克福自由市犹太人聚居区 其第一代掌门人 麦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 原是为宫廷提供服务的犹太银行家 1760年 他创建了自己的银行 不再为宫廷提供服务 在成功将自家银行 经营成一个超级金融体系之时 他的后人也顺利传承了其全部财富 他的五个儿子分别将业务拓展至伦敦 巴黎 法兰克福 维也纳和纳布勒斯 使这个家族成为国际性的银行帝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了世界200多年 他运营着欧洲全部的银行 投资涉足多国的军工 航天 高科技 传媒 银行 证券交易所 造船 地产 矿业 能源 混合农业 酿酒和诸多非盈利机构 据称 他拥有50万亿美金的储备 几乎控制和影响着美国绝大部分的社会精英阶层 号称是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背后的最大金主 他既是世界深层政府的巨恶 也是美国深层政府分支的大金主 英国温沙王朝 温沙王朝起始于1917年 其前身为1901年英王爱德华七世 于英国开创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现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是该王朝的第四代王位继承人 也是英国与其他15个英联邦王国的现任君主 和英联邦的现任元首 英国温沙王朝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王朝 从一个帝国的巅峰滑落到今日难以挽回的衰落之路 这个王朝曾经的荣耀与没落的传承 演绎着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史 从乔治五世到伊丽莎白二世 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 这说明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之时 任何人都逃避不了人类世界文明的洗礼 尊重并服从上帝赋予人类生而平等 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 还是沉勉于固执于 因手握权力和金钱世民为奴 统治并控制他 是衡量你是信神还是信魔 灵魂是善还是恶 价值观是正还是邪的标准 崇尚权力金钱与奢靡的温纱王朝 对人类犯下过许多令人发指 极度血腥的罪行 他是世界深层政府里的巨恶 和幕后大金主 洛克菲勒家族 洛克菲勒家族从未摆脱过 人们对其富有原罪的抨击 很多被接触的黑料都在显示 这个家族利用财富 在暗中操控着世界上的一切 这是该家族第三代掌门人 戴维·洛克菲勒的原话 你们来选总统 我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 集工业 政治 石油业和银行业 为一体的工商与政体结合的帝国 其总部占地3400英亩 位于纽约州威斯特特县境内 哈德逊河上游 距纽约曼哈顿岛仅一小时车程 洛克菲勒的先祖 18世纪从德国移民到美国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家族第二代掌门人 约翰·戴维森 洛克菲勒和弟弟 威廉·洛克菲勒 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 在大获成功后 该家族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其后 他们通过控制曼哈顿银行 开始涉足政治、军事、能源、教育、科学 医药、生育、农业、食品、戏剧、文学 及音乐等重大行业 愈发强盛、文明于世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家族之一 他是美国共和党建制派 隐藏在美国深层政府里的巨恶和幕后大金主 梵蒂冈成国 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 是一个国中国 它是全世界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和教宗驻地的所在地 梵蒂冈虽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 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 但因其是全世界总人口中 占六分之一人口天主教信徒的中心所在地 因此他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 便有着举足轻重 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力 梵蒂冈也是全球拥有自然黄金最多的国家 他既是世界深层政府的巨恶 也是美国分支的大金主 乔治·索罗斯 是匈牙利出生的美籍优太人 匪深国际的货币投机家 股票投资人和金融大鳄 现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 他极端仇视共和党 曾以募集大量资金 试图阻止乔治·布什的再次当选总统而闻名 后因共同反川普的目标 而与小布什化干戈为玉帛 他不仅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 刮去许多国家的财富 还专注于用颜色革命搅乱整个世界 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土耳其国会修宪案 推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暴力革命 及近日在缅甲发生的大选舞弊 他都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此外 美国边境历次发生的难民潮 都是由他鼓动组织和资助的 他的真实意图是让自己追求 并建立专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 能够实现并统一全人类 其身家巨量佣金数难以估算 他既是美国深层政府的巨额大金主 拜登的巨额捐款人 也是巨额资助安提法和黑命贵 暴乱的幕后总指挥 更是2020美国大选舞弊 幕后最重要的操盘手之一 美国深层政府 也称华盛顿沼泽 是世界深层政府的主力军 由前任与现任的政府首脑 资深政客 各级官僚 公务员 军事工业复合体 金融业 财团 商业 传统媒体 与高科技社交媒体 情报司法机构组成的 一个错综复杂 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 他在幕后真正掌控着 国家各机构及秘密政治社团 实际上深层政府 就是一个国中国 他的目标是大重构 推行全球一体化 建立世界统一的政府 掌管控制与统一 全球民众的思想 言论 行为与生活 他与别国标明的新世界秩序 或世界共同体之意思 如出一辙 2 专门说说美国的深层政府 美国深层政府的沼泽里 鳄鱼成群 尺寸不一 数量巨大 我们这里只说几个能量与影响力最大的巨额 1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美国第41任总统 是坚持权贵 精英 政治正确治国的 共和党建制派党魁 他宁为政治理念相同的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捐款与投票 也不为同属共和党 政治理念相悖 非出自权贵世家的政治素人川普投票 他在任期间 为了家族石油生意的利益 发动了第一次海关战争 与其长子 后为第43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 共同策划了惨绝人寰的911惨案 为保健康长寿 率先建立了四通八达 通往多个城市的白宫地下通道 在里面大搞饭桶 鸾桶屁 活迹和残杀婴儿 孩童 并吸食他们鲜血制作的肾上腺素红 他信奉魔鬼撒旦 是禽兽不如 嗜血成性的美国深层政府巨恶 二 贝拉克奥巴马 美国第44任总统 民主党党魁 他在任期间 逝世以肤色作评判 恶意制造族群分裂 致使黑命贵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 他的终极目标是逐步消灭基督教 确立极端伊斯兰教 培育一个不受法律约束 凌驾于其他族裔之上 强大到可与政府抗衡的黑人族群 最终建立他黑人至上的社会 他赞同大政府小民众的理念 并努力执行高税收 高福利 养懒人 鼓励大量企业到海外发展的政策 造成大批中小企业倒闭 失业率始终高居不下的退市 他反对传统社会结构 支持变性 同性恋 男女同侧 大麻合法化 大量引进非法移民的国策 造成美国社会人伦观念混乱 道德败坏 犯罪率不断上升 治安不断恶化的烂局面 为给家族赚大钱 他向中东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贩卖军火 后为掩盖罪行 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利比亚 班加西惨案 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和三名海军陆战队员 惨遭杀害 他还向伊朗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暗住他们发展核武 以搞乱中东 他编造子虚乌有的通俄门 政治迫害川普总统 他策划了2020大选舞弊和黑命贵 安提法的打砸抢 烧杀 暴乱 他信奉魔鬼撒旦 是鸾童癖 参与活迹婴儿和孩童 并吸食他们鲜血制作的肾上腺素红的恶魔 装装渐渐 罪大恶极 食恶不赦 他是美国深层政府的巨恶 3.乔治·布什 美国第43任总统 是支持权贵 精英 政治正确治国的共和党建制派党头 宁为政治理念相同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捐款投票 也不为同属共和党政治理念相悖 非出自权贵世家的政治素人川普投票 不仅如此 他还利用共和党建制派的关系网 强力阻止各级司法部门对2020大选舞弊进行审理 为了阻止货币改革继续操控货币权 他与其父老布什共同策划了震惊世界的911惨案 致使3000多人死于非命 无数人伤残 后为掩盖滔天大罪转移公众视线 父子俩又嫁祸于人 故意编造出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 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致使多名美国军人和大量无辜平民死于战火 大大肥了与其家族关系密切的军火商 同时搞乱了中东 他信奉魔鬼撒旦 是恋童癖参与活迹婴儿和孩童 并吸食他们鲜血制作的肾上腺素红 他是一条恶贯满盈 血债累累的深层政府巨恶 4. 比尔·克林顿 美国第42任总统民主党党魁 5. 克林顿之妻希拉里·克林顿 2009-2013任美国国务卿民主党党魁 为便于敛财 夫妻俩于1997年成立了克林顿基金会 并立下捐款不设限的规矩 两人充分利用总统和国务卿任期间的权利 通过身边的亲信对外宣扬 付钱就办事的原则 满世界招揽捐款 收受巨额贿赂 无论何人 哪怕是罪犯或黑帮组织 不管要求是否合法 从不审查 只要给钱就办事 他们利用基金会的账号 从为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贩卖军火 制造杀害美驻利比亚大使 和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班加西惨案 到雇兄杀害多名知情人 贩卖儿童 借为别国赠灾之名 大肆贪污善款 狂收国内外公司巨额游税费 操纵别国大选 搞乱别国内政 帮助黑社会抢夺别人私产 并为他们脱罪 一句话 只要交钱就办事 为了金钱 他们以权谋私 不择手段 坏事做尽 庆竹难输 夫妻俩恶名远扬 被痛批为班加西惨案的元凶 杀死美国军人的凶手 毒枭开的游乐场 美国政治史上最腐败的机构 腐败造假和罪犯的坚定捍卫者 将美国的外交政策 明码标价出卖的卖国贼 高价收买骗子 陷害川普 制造通俄门的罪魁祸首 2020大选舞弊的幕后黑手 这对恶魔究竟干了多少 祸国殃民 残害无辜 草菅人命的罪恶 不胜枚举 难以计数 克林顿还是个臭名昭著 常年性丑闻 不断的大流氓 他多次到大阴谋 杰弗里埃普坦的 鸾同屁岛 与未成年少女性交 并收取大阴谋的重金 为他的罪恶岛四处宣扬拉克 夫妻俩都信奉魔鬼撒旦 是鸾同屁 参与活继婴儿和孩童 并吸食他们鲜血制作的 肾上腺素红的恶魔 他们是尸杀成性 罪恶昭彰 死有余辜的美国深层政府巨恶 与上面前总统对应的副总统 也都是深层政府大恶 他们是丹奎尔 乔拜登 迪克切尼 阿尔格尔 六 美国第45任副总统 迈克彭斯 共和党建制派成员 长期潜伏在川普总统身边的 美国深层政府大恶 他是同性恋和鸾同屁 在担任印第安那州州长期间 多次强奸男女童 并利用职权 纵容与包庇 儿童贩卖犯罪团伙 被揭巴并被告上法庭后 他账权打击报复 将举报人投入监狱 并残害致死 他应邀去过大阴谋 杰弗里埃普斯坦的恋童屁岛 与未成年少女性交 他信奉魔鬼撒旦 在那里参与活迹婴儿和孩童 吸食用他们鲜血制作的 肾上腺素红的邪恶活动 他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大佬 推荐给川普总统当搭档的 两人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 彭斯有许多把柄被攥在深层政府手里 因此他必须听命于他们 当2020大选发生大规模舞弊时 作为副总统 他保持了沉默 几乎没有为川普总统及其团队的抗争 做出任何积极支持的行动 直到2021年1月6日的关键时刻 他终于原形毕露 如同一颗定时炸弹爆炸 他突然拒绝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其阻止认证 用舞弊偷窃选举结果的拜登 而是与民主党沆瀣一气 使拜登的认证顺利完成 从那一刻起 这个从背后狠捅川普总统身身一刀的魔鬼 深层政府大恶 便成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永将遭到后人唾骂的千古罪人 7.深层政府大恶 舞弊窃国贼 乔·拜登 民主党党头 8.拜登副首 人称靠当小三上位的 浪荡卖骚风劳宝 卡玛拉哈里斯 也有人翻译成贺锦丽 民主党党头 这一对众所周知 如假包换的雌雄窃国大贼 老银贼和老宝子 实在无需花太多笔墨 极端话即可描绘出他们的邪恶嘴脸 拜登 一个从政51年的老政客 除了祸国殃民 几乎没干过一件好事 与奥巴马搭档开始至今 凡是奥巴马干的坏事 他绝对紧跟 积极参与 并在其中担任男二号 多年如此 无一遗漏 至于他以权谋私 助其子在美国 中国 俄罗斯 和乌克兰 大肆贪腐敛财 大搞淫秽色情 特别是性侵多名女童的罪恶 更是世人皆知 臭遍天下 哈里斯 从参政的第一天到今日 他除了到处卖骚 勾胆能让他上位的政要与富豪外 加州和现今美国出台的 任何祸国殃民的恶法案 都经由他提议 赞成或裁决通过 这是两条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彻底毁灭美国的深层政府大恶 9.南希·佩洛西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党头 匪深世界的政坛老巫婆 先看老巫婆的亲生女儿 是如何评价他妈的 真正是知母莫若女啊 佩洛西对川普总统恨之入骨 从子虚乌有的通俄门到莫虚有的通乌门 加第一次弹劾 到栽赃嫁祸的冲击国会 加第二次弹劾 再到疫情初起时 公开与川普总统撤侨 禁航等多项紧急措施对抗 亲自穿到纽约中国城的餐馆 大吃大喊病毒不严重 怒斥川总的紧急措施 是封锁人民自由的法西斯主义 再到全力支持全美发生的打砸抢 烧杀暴乱 带头为罪犯下跪 再到2020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他像一只呲牙咧嘴 随时都会扑向其眼中敌人 并咬死对方的母狼 四年来他从未间断 唯恐天下不乱 每一场对川普总统的政治围剿 他都是总策划和总指挥 他的歇斯底里 阴毒狠辣 邪恶鬼魅 如战争狂人希特勒 像地狱痴魅王俩 他也信奉魔鬼撒旦 是鸾童癖 参与活迹婴儿和孩童 吸食他们鲜血制作的 肾上腺素红的恶魔 是美国深层政府的巨恶 十 查克舒默 民主党党头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十一 米奇 麦康纳尔 共和党建制派大佬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两人虽不同党 政治理念却高度一致 在国会里堪称老巫婆的哼哈二将 凡是老巫婆对川普总统发起的猎巫行动 这一队必会紧跟其后积极执行 一丝不苟 麦康纳尔阴险狡诈 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人脉 多次给政治素人川普总统下套 在他身边硬塞进不少共和党建制派的同伙 对川普总统造成诸多撤肘 诸如副总统彭斯和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都是他推荐 故意埋在川普总统身边的定时炸弹 在最关键的时刻引爆 导致川普总统痛失翻盘良机 这是两个利于熏心 有乃就是娘的无耻之徒 都是深层政府的大恶 12.约翰·罗伯茨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是共和党建制派布什家族豢扬的走狗 被刻意安插在最高法院的内奸 他应邀去过大姨摩杰弗里·埃普斯坦的 鸾同辟岛 与未成年少女性交 他信奉魔鬼撒旦 参与活迹婴儿与孩童 并吸食他们鲜血制作的肾上腺素红 他是个堕入地狱 出卖灵魂 无德无义 彻底背叛美国宪法 出卖美国人民的大罪人 他极端仇视川普总统 对2020总统大选出现的 大规模舞弊事实 视而不见 幸灾乐祸 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数次拒绝受理川普总统及其团队 和18个州共同上诉 追究大选舞弊的上诉案 致使本该通过法律 能够解决 关乎到美国未来命运的大事 失去了公平裁决的机会 这个践踏美国宪法的千古罪人 和深层政府大恶 执法犯法 陷美国于黑暗 必将这是三个匪生世界 劣迹斑斑的企业 高科技和金融投资寡头 第十三 杰夫·贝索斯 美国互联网巨头亚马逊 公司创始人 现任董事会主席 贝索斯的座右名是 毫不留情 为了利益 他可以不择手段 他对员工的刻薄盘剥 对几万合作商家的狂傲无礼 在业界无人不知 一个自私冷血如私之人 自然与对工薪阶层 极富同情心和关注度的川普总统 格格不入 早在2016总统大选中 当意识到川普的治国理念 与其完全相对时 贝索斯就开始与民主党合作 用其收购的《华盛顿邮报》 大肆编造 并宣扬川普介入通俄门的假新闻 及一些普风捉影的桃色谣言 以达到败坏川普名声 阻止他竞选成功的目的 川普总统上台后 他继续利用《华盛顿邮报》 参与民主党组织的通俄门调查 及后续发生的每一场 对川普总统的政治陷害 在他的授意下 报社的记者们 几乎天天用铺天盖地的谣言 和假新闻传遍全世界 诬陷于丑化川普总统 其疯狂之程度 令人瞠目结舌 词穷美举 2021年1月6日 发生国会山事件后 仇视川普总统的 几大社交媒体巨头 集体借机封锁了川普总统 及其众多支持者的账号 迫使他们不得已 转移到不进言论的 Pala网继续战斗 贝佐斯迅猛追击 公然的一些Pala的老板 立刻关闭这些人的账号 否则我们将切断服务器 让你的公司倒闭 此扼杀言论自由的疯狂之举 引起了全美乃至全世界 民主自由国家的政府 与民众的愤怒 一时间对他的声讨铺天盖地 如火如荼 人们终于意识到 今日之美国已堕入了深渊 已然被深层政府的魔鬼 引上了消灭言论自由的 社会主义专制道路 它是一条地道的深层政府大鳄 14. 比尔盖茨 微软公司创始人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会主席 他是坚定无比的反川派 和坚定不移的民主党支持者 从2016年力挺希拉里 到2020年力挺拜登 比尔盖茨充分发挥了其名人效应 他四处奔波 赞美民主党候选人 捐献巨款 加油打气 与此同时 他竭尽全力嘲弄和贬低川普 然而搞笑的是 因他声明太过狼藉 带的风向常会发生逆转 凡是他支持的人 众多人便会投反对票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痛恨他 因为他极端痴迷于人类消灭计划 他在多个场合表示 不懂节制 过度繁殖的人类 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 人类成为了自然界的病毒 地球的癌细胞 必须削减至5亿 才可能使地球生态恢复平衡 2010年 他在技术娱乐设计大会的演讲中 明确表述 现在全世界拥有68亿人口 将会增长到90亿 如果我们善于利用疫苗 或避孕服务 就可以把每年全世界人口数量 降低15%到25% 以改变地球人口年增长率 依然还保持在1.3%的不良状况 为实现这个减人计划 他辞去微软公司的全部实际职务 投入500亿美金 与其期共同成立了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专门从事疫苗 人体基因与免疫力的研发 尽管他的讲话已充分暴露了 其违背上帝赋予每一条生命 都具有生存权的天条 预按他的标准 删选人命的罪恶目的 左媒却依然开足马力 吹捧他的基金会 是改良人种的慈善机构 医治贫穷的良心天使 左媒荒唐至极 一条力主用顶端权贵精英 超级富豪统治并控制 全人类的深层政府大鳄 专注于研发用疫苗和避孕 支持人类消减制5亿的基金会 可能会为了人类大多数消除疾病 延年益寿马 一目了然 他正对应了深层政府少数人 统治世界的大重构目标 细思极恐 他研制出的疫苗里 避讳参禁 有害人体 能够达到将人类削减 至无一目标的毒素 现在比尔盖茨在整个西方舆论里 就是魔鬼的化身 在民众的心里 他就是撒旦 上个月 意大利国会议员萨拉库尼亚尔女士 在议会公开发表了抗议比尔盖茨的演讲 他说 很多疫苗都是由邪恶的深层政府推动的 比尔盖茨几十年来 一直都在致力于人口减少计划 他的基金会多年来 一直都在贫穷国家开展疫苗实验 他努力让非洲数百万妇女绝育 他研发的疫苗 使印度数十万儿童瘫痪 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在全球实现政治上的独裁控制 我提议 以人类灭绝罪 把他送上国际法庭审判 他是一条中心执行深层政府 大重构计划的深层政府大鳄 15 沃伦巴菲特 民主党员 美国金融投资家和企业家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 及首席执行官 一个惯例 凡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基本上都是反川普总统的 这很自然 因为他们都信奉金钱至上 至于美国是否需要美国优先 美国再次伟大 民众是否应该众生平等 是否应该有工作有饭吃 他们才不在乎呢 他们坚信 只有金钱才是他们灵魂中的神 因此 在华尔街拜金队伍中 位居领导之一的古神巴菲特 自然是反川普总统的先锋大将 八股神对川普总统特别关注 中下层百姓的国策不感兴趣 根本不屑一顾 2016年总统选举 他猛烈抨击川普的美国优先 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只看眼前不顾美国长远利益的孤立主义 他还认为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集中权力 高效办大事 一带一路的全球一体化战略 是人类应走的正路 在批川普的同时 他在自己的家乡奥马哈 与希拉里一起参加集会 特意为他站台 为了打败川普 他通过媒体向全社会承诺 他将代表希拉里在大选日亲自开车 把10名内布拉斯加的乡亲选民 送到投票站为希拉里投票 他并热情地鼓励 家乡的民众都要这样做 在2020大选中 他完全无视自己在川普总统任期内 因经济发展迅猛 股市屡屡冲天 他赚得盆满钵满 乐得找不到北的事实 登台大秀 白眼狼支持拜登 慷慨捐巨款 他是一条深层政府里的大鳄 16 杰弗扎克 有线电视新闻CNN总裁 CNN 全球臭名昭著的假新闻制造中心 被嘲讽为假新闻制造专业户 假新闻魔术大师 假新闻百科全书 假新闻矿式奇才 可见人们是多么痛恨 这个打着报道真新闻 实则谎话连天 用欺骗和谣言洗脑民众 把人们玩弄于鼓掌的魔鬼 CNN的总裁 杰弗扎克 正是这个谎言黑哭的魔头 他极端仇视川普总统 凡是深层政府发起的系列 川普政治迫害 这条深层政府的大鳄 必冲锋在前 他们每每深度介入 用编造的许许如生的谎言故事 带风向 蒙大众 助纣为虐 推波助澜 干预司法 搞乱社会 成为颠覆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魔杖 诛灭人心的利刀 吞噬人们正常思维的毒瘤 美国非盈利新闻机构真相工程 曾蛰伏CNN三个月 后向全社会公布了CNN编辑电话成会的部分片段 其中对川普总统极端仇视的杰弗扎克 多次指示手下 CNN的政治报道不能太客气 必须要把川普描绘成一个举止失常的白痴 他说对川普来说 我们发出的每一个丑闻 每一件事情都要小心翼翼的细说 只有细节才能瓦解他与选民之间的关系 当川普总统被诊断出感染新冠病毒后 他说 我必须再次强调 我们不能正常报道 川普上周发生了什么 对他行为的报道要用更激进的原则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他继续说 这位总统知道他正在输掉选举 知道他会有麻烦 他生病了 也许会出现接受肋骨唇治疗的后遗症 具体原因我不懂 但认定他的行为举止 因绝望而异常 不正常报道他 我们做得到 他停顿一会儿再说 你们都知道 这是过去近四年中 我们期待的情况 显然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时间点 与他正在发生并应对的麻烦恰恰契合 因此我们不能将报道正常化 他所到之处 他的行为举止都不正常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以这样的思维基点去做 这就是深层政府豢养的谎言制造机 用最无耻的流氓行径和编造的谎言 影射诽谤中商谣传诬陷和侮辱的下流手段 剥夺民众的知情权 伤害和欺骗美国人民 然而彻底超越道德底线的CNN领导层 却从不支持 反而理直气壮的在推特上直接回应真相工程 法律专家说了这是重罪 我们已经将诉状转交给执法部门 民众对此非常愤怒 对其抨击如潮 川普总统的大儿子小唐纳德·川普 直接在推特上回应CNN 恬不支持 你CNN可以毫无顾忌的对第一夫人 进行秘密录制长达数周 但当有人对他们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情时 他们就拿法律说事威吓对方 真是天底下最无耻的烂人 17.捷克多西 推特社交网创始人 18.孙达尔皮柴 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 19.马克·埃略特·扎克伯格 脸书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三个社交媒体巨头 三条深层政府大恶 他们都极端仇视川普总统 公然封杀川普总统及爱国者们的账号 他们违反宪法言论自由的逆天行径 招致天怒人怨 已然成为天下近人皆知的罪人 相信在我相识的人群中 定有不少人 以亲身领教过他们的严神与封杀 三家社交媒体巨头 一致秉承政治正确的极左理念 共同用支败打穿 支左打右的双标 对待观点不同的网民 使美国社会站队分化的趋势 愈演愈烈 对加剧整个社会 不同阶层与族群的撕裂 起到推波助澜 不断将不同观点的争执 激化成仇恨 愈发加深社会非有吉敌 你死我活的矛盾 将美国推向内战的边缘 美国媒体研究中心 曾调研发布了一项 关于美国社交媒体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自2018年5月到2020年底 总统川普 共计被推特脸书审查过265次 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却从未接受过来自社交媒体巨头的任何审查 当美国纽约邮报报道 从拜登次子亨特拜登 弃用的电脑中爆出 他在本国 中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 涉及大量的腐败与色情的实证丑闻时 整个世界哗然 在大选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 该报道自然会引起广泛关注 因此脸书、推特和谷歌立刻封杀了该文在他们网上的传播 不少转发此文的账号被冻结 甚至连纽约邮报的账号也被查封 这种公然为拜登背书掩盖真相之列举 被诸多保守害人士和爱国者痛批为专制的言论审查 包庇民主党丑行的遮羞部 封杀言论自由纵容罪犯的黑暗势力 分裂国家打击政敌的工具 能左右国家政局的顶层 在通俄门通污门家第一次弹劾 新冠来袭 打砸抢烧杀暴乱 发生大规模选举舞弊和国会山岸 加第二次弹劾中 三大社交媒体巨头从不掩饰 肆无忌惮地展现出他们无法无天的封杀政策 只要你是挺川反败的 管你是总统议员 白宫发言人还是普通民众 管你有理没理 通通封杀 你能奈我何 我们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 这就是我们敢于无法无天的底气 他们认为自己能一手遮天统治世界 但近日民调显示 74%的美国人民都支持政府 以最严厉的手段加强对科技巨头公司的监管 2020美国总统大选 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瘟疫灾难和人祸同时蜂涌而出 面对灾难我们难以置信 我们目灯口呆 我们手足无措 我们如梦初醒 我们问苍天问大地 曾经是人类民主自由灯塔的美国 怎么会变得如此黑暗 为什么为民鞠躬尽瘁 备受民众热爱的川普总统 会遭受今年不断的政治迫害 为什么邪恶的深层政府 能用舞弊顺利夺取川普总统的胜利果实 为什么剽窃选举结果的窃国大道 无法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什么胜利果实被抢劫的一方 得不到法律的公正判决 太多太多的为什么营绕在我们心中 令我们不得不反省思考与觉醒 我们渐渐明白 光明不是俯身俯实得来的 要靠抗争战斗 永不延弃的坚定信念争取的 我们不能让为众人暴行者 冻毙于风雪 作为普罗大众 我们要在神的指引下 紧随我们热爱的总统 坚持到底 从第二部分开始 将详述通俄门大冤案的整个过程 俊言俊语 今天就播讲到这里 是由李俊为您播报 感谢各位收看收听 本期节目是由李俊为您播报 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转发点赞 欢迎在留言区交流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theme